好我現在談一下這個南島民族論壇 那其實我們知道台灣有55萬的原住民 大概在台灣人口的2%左右 雖然人口不但多 但是也算是台灣 比如說我們講的四大主要的族裔 那我們原住民 他跟這些南島的很多國家 他們的語言實際上是有雷同的地方 而且很多文化上也蠻接近的 所以我想這個主要還是希望 能夠跟這些南島國家 在文化上有更多連結 那當然我們今天南島的國家 很多是我們的邦交國 那我們剛剛這次的會議當中 也有我們的邦交國來參加了 那我們知道中共最近也不斷的在 特別對這些南海地區 或者是南島地區的這些國家 進行在經濟上的一些拉攏動作 那其實這個也引發了周邊國家的緊張 特別像澳洲 紐西蘭也蠻緊張 因為他們這些國家距離紐澳都蠻近的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這方面一方面強化掉是文化的連結 另一方面我覺得也有 就是在外交上的一個鞏固 至於說有關於故宮 說是這個去中國話 我認為這是比較困難的啦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故宮裡面最主要的這些典藏的寶物 就是1919年從中國大陸簽過來的 那我們知道現在只是說 過去我們常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大概從政治上來談 這是從中共的堅持吧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台灣的做法 就是說中國事實上是台灣的一部分 應該說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一個部分 台灣文化很多元 它有包含了中華文化 也包含了這個所謂的南島文化 原住民文化 就是我們看到客家文化 或者我們日本在台灣殖民過 殖民50年也有很濃厚的日本文化 甚至也有美國文化 因為我們看到1949年台美之間的關係很密切 所以台灣是一個多元的文化 而是不必要把過去 就是好像就是為獨尊中華文化 只是把台灣文化的豐富性 給它更加的展延出來 但我不可否認 台灣文化裡面有相當一部分 是基於才是中華文化 這還不只是故宮的文物 包含我們看到一些禮俗 或者一些節慶或者一些信仰 我想是沒有辦法能夠抹殺的 只是我們現在要怎麼樣 從一個單一的視角 能夠更尊重多元的視角 比如說我們現在台灣的第五大族群出來的 就是我們的東南亞的這個移民 目前大概在台灣的東南亞的居住人有17萬 可以說是佔了台灣人口比例0.7 雖然人數很少 它的數量快速在增加 我們這個去年 中小學的入學的這個小學生裡面 有19.6萬是所謂的新住民 其中有10萬就是東南亞的住民 那這些東南亞現在這個新的這個小孩 我們到過去我們的外籍配偶主要以大陸為主 但這幾年因為大陸也起飛了 他們現在覺得加來台灣的這個吸引力下降了 現在反而就是東南亞的這個外配的大幅增加 然後陸配減少 而且他們的這個子女也是以外配為多 所生的小孩為多 所以我們看到我們在去年我們已經把這個所謂 中小學的這個基本的教育了 他們的除了學習 閩南語客家化之外 現在也把這個東南亞語列入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就是說什麼叫台灣人 台灣人的概念其實已經慢慢的越來越多元化了 除了我們看到的閩南人客家人外省族群 現在連東南亞人都算的話 那我覺得事實上是要重新去定義台灣人的定義 也要重新去定義台灣文化的價值 我覺得要多元化是目前應該是一個一個重要潮流